周末,阳光明媚,天气晴朗,最适合待在家里打游戏了 最近刚好从马云那里逃了一台游戏主机 看到这个界面,是不是能让你回忆起小时候炎炎夏日的那个午后呢 想必这款游戏不用我多介绍,很多人都玩过吧 想当年我可是魂斗罗高手,可以不死一人通第一关哦 这不科学啊,肯定是美食零食的缘故 还是先做甜点吃吧 今天小仙教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甜点,芝士蛋糕 其实芝士蛋糕的做法有很多种 这里我教大家最简单的一种 所要用到的原材料就这些了 芝士250克,剩奶油1cup 白砂糖37克,棕糖20克 黄油45克,250毫升的罐子4个 以及饼干和你喜爱的水果 第一步,先把饼干打碎 我们需要四分之三cup的饼干末 将饼干末和棕糖混在一起后 倒入融化的黄油,充分搅拌 最后放在罐子里,压实打底 盖上盖子放到冰箱里 接下来第二关,将芝士,白砂糖,剩奶油充分打发 这就是芝士蛋糕的主角了 把打好的芝士倒入罐子里 在上面铺上水果,就完工了 是不是如呼吸一般简单 最后把做好的甜点放在冰箱里冷藏6小时以上 一边吃着甜点,一边玩游戏才能发挥出我真正的水平 想当年我可是玛丽亚高手,可以不死一人通地一关哦 导演,这段可以剪掉吗? 这还让我怎么快乐的录下一集啊 谢谢收看小鲜厨房第六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个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收看更多有趣的视频 祝大家天天开心,吃甜点不发胖 我们下期见 没再录了吧,让我再玩一盘 我已经忘记第二关的样子了 我们下期见